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用心去了解过他的人才知道 这孩子内心呢真的就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大男孩 他会在乎恐龙灭亡死亡是一瞬间还是漫长的 会共情能力了得 一定要去看一下他跟小动物互动的视频合集 真的戳到我了 骨子里该是多么温柔的一个大男孩啊 当然了酷也不是装的 他最酷的地方呢应该说是性格里面洒脱的点 他不是计较的人 对于外界很多事情看得很淡 连自己连续生病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说忘记就忘记的人 他的酷呢还表现在于对喜欢的执着追求 这点呢也注定了他终将是个成功的人 无论在哪个领域 这种人都会成功 他是那种认定了就会做到最好的人 其次与其讨论他为什么之前不火 倒不如看看他为什么会火 并且后劲很足更有意义 王一博的跳舞水平是在比较中上水平的 但是可能因为练习啊或者什么的力量不够 力量不够呢就会显得动作有一些杂乱 定点动作什么的就不是非常干净了 在表演中看出来他对于动作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 他的真耿直 锐 表里如一 同时又谦逊有理 还偶尔杀雕 不按套路出牌的性格 在内娱呢也是独一份的 这大概呢就是性格粉被他撕得死死的原因吧 还有颜值 气质 时尚表现力等等的优点就不在这夸了 上面说了那么多还没有提到导致他大火的演员身份 演戏是他现在的主要工作之一 火了之后接了很多的风格迥异的角色 这也是他注重体验的体现 再者在101呢他就是一个导师 真诚的把自己所有的经验都分享给妹妹们 一遍一遍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教他们 帮他们完成舞台 陈情令确实给了他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 但是站在舞台之上 他就是舞台王者 进入到剧组 他就是那个人物 在哥哥的面前呢 他就是个宝宝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人可以同时驾驭到这么多角色 并且毫无违和感 另外看看他的综艺和采访 自己呢就会有一些判断了 每个人呢天然就会对一个事情或者是人产生一个预判 你需要的是增加你的预判和强化你的预判 一个人不会相信一个完全是别人给自己的预判 你看多了就会有一种天然的直觉 很多细节在你的脑海里面重现 当他重现成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 让人不由的感叹 上天对于他的偏爱 出道初期 白牡丹的造型 可爱灵动 非常有少年感 天天向上 一枚乖乖正能量青年 充满青春活力 积极向上 生活中是爽朗活泼的小男孩 怎么舒服 怎么来 个性十足 拍杂志走红毯的时候 变身时尚先生 风格百变 各有特色 如今王一博参加 这就是街舞3 除了可以欣赏他的美颜 还能够目睹他美妙的舞姿 王一博的舞蹈很有质感 动作干净利落 神情传神 除了天赋 更得益于是他的情学和苦练 王一博在街舞中的每次造型 都让大家喜爱 不得不佩服 他的颜值一直都是在线的 而且每次每套服装都是堪称完美的 很多都说王一博的造型是真的特别有灵感 知道王一博适合的类型 以及会根据他先天的优势 带给网友们更多的惊喜和震撼 在下一期的预告当中 王一博的造型完全就是满分 这是从播出到现在的最可爱 也是最帅气的一身吧 这一次王一博竟然戴起了头巾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戴头巾 而且还搭配了一款帽子 再搭配他身上的衣服 完全就像是白马王子一样的帅气 据说下一期播出的结果会非常的残酷 因为会在自己的队员当中踢掉几位 对于队长来说 这都是最难以选择的事情 王一博他知道学习舞蹈的辛苦和劳累 他知道每一位队员为了这一期节目付出了多少 所以在淘汰的过程中 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挣扎的 后期也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 采访的时候他也向节目组坦言 他知道每一位队员的优势 不过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他又出现了新的表情包 虽然他一直都感觉自己酷酷的 电视面对镜头的时候却非常的可爱 尤其这一次带头巾出场的那一刻 相信很多网友都深深的震撼到了 第一次看到王一博这种白马王子的造型 第一次看到王一博带头巾的画面 果然街舞这档节目 让王一博彻底放飞自我 而且他在节目中的笑声是越来越多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偶像包袱 尤其是即将播出的街舞 他头巾造型也要网友们期待万分 然而王一博在熟悉的人的面前 真的超级奶 一点也不高冷 然后我觉得王一博的身上 还有做事认真的特质 只要是他喜欢的事 无论多难也要去做 比如13岁左右一个人去韩国当练习生 是因为对舞蹈的热爱 成为了职业摩托车手 是因为喜欢摩托车等等 他就是一个不卑不亢 知事故而不事故的23岁的大男孩 近日王一博还在818晚会之上 带来了一首《龙拳》 他双手搭配白色丝带 身着一身黑色衣服 头扎马尾 帅酷的造型令无数的迷媚 为之动容 更让粉丝疯狂了是 这首歌曲是以说唱的方式为主的 配上帅气个性的舞蹈 更加凸显出了王一博的实力 不仅歌曲唱得好 舞蹈跳得好 说唱也一样铿锵有力 试问这样一位大男孩 有谁不喜欢呢 虽然这一次是现场直播 没有滤镜和美颜效果 跟我们的王一博在演出的时候 全程也是贴脸拍摄 这么近距离的拍摄 也让网友们更加清晰的了解他 原来那有美颜的王一博一样的帅气 真的是直接把整个晚会的气氛 直接带到了高潮 太燃了 台下的观众更是尖叫不断 王一博的舞蹈实力太强了 动作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当之无愧的卡点王 而不得不提的就是 在那样的高强度的舞蹈动作之下 王一博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听 声音给人的感觉就是赫尔蒙爆发 不得不佩服王一博真的是在用实力说话 他天生就是属于舞台的 而舞台之上跳舞的他光芒万丈 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就是 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优秀的男孩子 到底有多受欢迎 在晚会结束之后 王一博表演的龙拳 迅速的刷屏各个视频网站 而且在韩国泰国等多个国家 更是热度不减 王一博酷盖真的太棒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